一丝式变幻车道的时候 失控打滑 法拉利跑车 冲上了路旁的水泥护栏 车头几乎全毁 而惊险的意外就发生在 桃源市中立区 根据了解这台法拉利 要价大约是1800万元 所限价实并没有受伤 不过镜头也捕捉到了 车子脱掉的当下 证明车主他的表情脸色铁青 法拉利超跑正准备变幻车道 没想到车子突然向右冲 猛力撞车子冲上水泥护栏 再撞广告招牌 车身失控向后滑行 接着左右摇晃 这才停了下来 右前方车身卡在泥土堆 动弹不得 引擎盖严重毁损 零件掉落 水泥护栏也被撞毁 还好驾驶安全气囊爆开 人平安无事 业者使用器具进行脱掉作业 而在一旁穿着黑色上衣 全身紧盯的是30岁零性驾驶 神色相当凝重 卡在13号下午一点多 行经桃圆市中立区环中东路时 疑似变换车道失控打滑 法拉利超跑自撞水泥护栏 驾驶会受伤 经测试酒色值为零 而根据了解 这台法拉利F12拥有740匹马力 零百加速只需约3.1秒 新车要价约1800万元 非常昂贵 而这一桩维修费肯定惊人 至于详细肇事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记者林朱强团阳报导 这一桩维修费的